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 《气泛满谈》的《渡远龙秀》 我是你们白,我是Eza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Simon 那今天呢,Simon师傅要来跟我们分享 你们知不知道原来 夫妻跟情侣的关系吵架 也是有关系到风水 而且我们健康方面 也是有关系到风水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呢,今天专业东西就交给专业来 请Simon师傅来跟我们分享 到底是为什么,跟怎么样去改善吧 Yay 你们知道吗 晚上睡觉你们是有被阴气保护的 为什么 因为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 天是黑暗的 这是我们的阴 白天就是阳对吗 那晚上你睡觉有这个阴 然后你房间关灯也是阴气 这个阴气会保护你 不可以阳气吗 阳气不能 我从小知道我开灯睡觉 那就不好了 那这样太阳过头了 你开灯睡觉不好 因为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你知道啊 你知道如果晚上开灯啊 睡觉啊 除了那个阳 你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是你会变阴 因为你会变黑 莫名其妙 OK,继续 那你知道啊 这个风水来在你们房间 如果没有弄好的话 会引起到你们婚姻啊 男女朋友吵架之间 还有你们的身体健康方面 对吗 会搞到你们吵架 然后这个阴阳气 你们的这个婚姻啊 情侣啊 会有摩擦到 所以要怎样去避免呢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 对吗 对哪里 好 那你们的床在房间呢 这个床的摆位呢 要很清楚要摆去哪里 除了东南西北之外呢 你们还要看上跟下 上跟下什么意思 上面跟下面 就是楼上楼下 就是你们的天花板 跟你们的地板 哦 那今天我来教你们看天花板 OK 对吗 我看一下 啊 天花板 你干嘛呢 很多人睡觉呢 不知道 但是你躺下去睡觉 你的全身都是对着天花板 哦 有关系到的 有关系到的 哦 怎样关系到呢 那首先你们排床的时候呢 make sure 注意看你们的天花板 有没有柱子 柱子 在你们的床上 哦是不是那种 那种像在天花板 然后上面突然有一个柱子 这样子的 这样尖尖对着你 你躺着 你就看到有一个柱子 这样的直直对着你 这样子的 对 这个柱子不是尖尖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 哦 柱子呢 就是长层的柄 长层的就是柱子啦 就这样子 像一个墙拖出来 这样子 对 多余的一个墙 是吗 对 你知道 有些屋子呢 嗯 它们的屋顶 是很多 一只一只一只的柱子 对对对 然后有些呢 是一只而已 有些两只 其实这个柱子是做什么呢 就是你们家里啦 嗯 你们屋子 房子的这个support来的 它的骨来的 哦 它的这个 我们的 房架 房架 脊椎骨 对吗 对 这个屋子也有 嗯 所以这个是support 它不要压下来 哦 但是呢 也是有风水感性 哦 所以你们的床呢 排的时候呢 看电话板 看有没有柱子 如果它是直的柱子 嗯 你的杀气 引起到你就会不一样 哦 如果是横的呢 又不一样的杀气 只要讲直根吗 就比如说 我躺直直在前面 你躺直直 你的床 它这样子对着我 就是直是吗 如果它直直 下 从头到你的脚 直直下 哦 这样子直直下 直直下 这样如果是横的话 像很像砍一半这样 横的就从你左到右 哦 OK我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 哈哈 那如果是直的呢 它就会引起到你 常常会有头痛 哦 然后也是 是生病的头痛 对 是生病的头痛 烦恼也是头痛也是 生病比较多 然后呢 这个直的这个阻止呢 它也是会引起到 你们常常吵架 而且也会弄到你们婚姻 或者男女朋友 吵到有一天分开 蛤真的吗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直的呢 就是等于它 隔你们的床一半 蛤 是这样子的吗 就是男女朋友 老公老婆分开 它没有关系到 很像这个柱子 不管它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只要它在你的床 有遇到 有照到就对了 只要它有从你的床头 在你的床脚 只要你的床 里面有包括它 不管它是 KING SIZE QUEEN SIZE 只要它有在你的床的上面 蛤 就不好 对 可是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不知道 我也不懂啊 对 很多人不知道 天呐 而且你知道 在外国啊 他们的家 有些屋顶是尖的 然后很多很多很多 对对对 整七八次 那他们怎么办 解决 他们没有去解决 然后 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些雷冠 的 case 对不对 是哦 对哦 OK不要讲多 那个不要讲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恒的 从你左到右 这个恒的呢 就会引起到你的健康 从你的下半身体 就是你的胃 胃以下 你的胸 你的肺 哦 就是这个头底下 就对哦 OK 然后也是会引起到 那些要怀孕的女生 或者那些已经有 这个宝宝 看你的天花板 不然 不然就会引起到 这个母亲的身体 还有你们宝宝的身体 蛤 忘了耶 然后呢 所以注意注意 如果你们有想要 要生宝宝也好啊 要怀孕啊什么 房间 不要有柱子 对着你的床 不管它是枝 还是橫 嗯 一个就够了 不要说有两只 或者三只 如果太多 换地方 换房间 不要在那个房间睡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给你去挤掉呢 就是把布盖住 或者是拿东西 按住 这样子是不是 对 有些人呢 因为他们的天花板喜欢放布 哦 对 这个就盖掉它 不然就把它 可是有些人是放那个图案 放图案可以 但是 就是很像一个画 这样子 如果那个画掉下来 不是压到你 啊对 啊 那个就不是风水了 那个是物理了好不好 对 没有 那个东西就是很像 呃 比如说他 他刚刚买那个屋子 他是这样子一个东西 这样子有压住这样 但是他们就重新把它那个屋顶在 就是他天花板在装修 变成一个那种很特别很特别的图案啊 雕刻啊 这样子的 你知道有看过在上面很多图案之类的 其实你要也是可以的 嗯 主要没有柱子 嗯 就是你知道你天花板本来是平的吧 对 不然这一条一只东西突出来 对 那个就不要 哦 好 很多人呢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放布 嗯 好 布可以盖掉它 这样子你就解化掉了 化解掉了 化解掉了 解化掉了 你就化解掉了 把这个杀气躲掉了 对 如果你能够换房间是最好 如果不能 就是把布 或者一些能够盖掉这个 这个柱子 是最好的 是 你的床不用移 你只要盖掉柱子就好 哦 这样子就可以化解了 这么简单 哦 这样很简单啊 是很简单 这样很容易哦 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掉伤 可以避免掉伤 这东西是不是就是像那种 信 就是 不可信其无这样子 就是 你要信它有这个能量啊之类的 就大家听到了过后啊 然后你们就可以去盖一盖 这样子去避免 万一它这个能量 如果是讲你的八字没有那么硬啊 或者是你的这个整个能量比较低啊 你就会被影响到 除非你是能量很大的人 对 其实很简单的 很多风水呢 自己都可以化解掉 对 不需要去花钱啊 花多多钱去找什么师傅啊之类的 这样那么花钱是为什么呢 是比较大的那种方向啊之类的 因为我知道你很多去看人家屋子嘛 但是你看人家屋子他们请你又不可能这里放一条布嘛 对不对 叫他们请你来去那种屋子看什么呢 其实有些请我去看屋子 就是看那个屋子的阴阳的平衡去 嗯哼 就是风水 然后他们的前门后门啊 然后那个进进出出啊 厨房那些 厨房啊 很多要安神啊 有些可能住在里面不平衡 然后很多事 就那种比较复杂的才会找你去 所以其实如果啦 今天有很像比如说他们有这样子的问题来到找你 诶我的那个上面怎么办啊之类的 你会直接这样教他就这样的过就好了 其实 其实关注我们度眼龙这个度眼龙秀啊 对 我三个师傅会分享很多的这个 又免费可以看可以自己去化解的智慧 然后不用去花钱 其实你们家里都有这些东西可以自己去化解 对 除非是真的是那种很严重很严重啊 很像那种灵体干扰啊或者是那种 弄到鸡犬不宁啊 怎么样自己觉得是解决不到的 你们才找我们 这样子会比较好 这样子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有这个智慧在风水 跟我们的宣学方面 那你们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去化解 但是啊不要就那边假厉 他有些很恐怖的 他进来我们对人家说 哦我这样子这样子通灵 我就跟那个灵怎么怎么样 哇那个就不要啊 那个啊这个我们没有买单的啊 我们是不懂会有发生什么后果 但是这种那样基本的这种智慧啊 Tipsy啊 你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去试试看 去化解先 对 对 那今天的风水节目跟智慧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很特別 因为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原来这种像生病啊 或者是这种情侣吵架会有影响到 所以我不知道耶 你知道其实呢 我们家里面 对 房间就是我们的爱情 对 婚姻的这个HQ 对 总部 对 会有健康 对健康 是不是健康 因为我们要在那边休息 对 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你看啊我们生病也是去到病床 对 是不是有关系到是整个房间还是床 对 对什么 我假设房间还是床 哈哈哈 所以房间 房间都是床 你看啊 房间 房间是我们去休息的地方 对 去睡觉 好睡觉了 然后男女朋友啊 老公老婆在房间啊 相亲相爱啊 对 之类的 所以房间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爱情的左部 对 然后也是我们的健康 所以最好就是避免 你不要有让这些煞气 在房间去干扰 哦 刚才那个上面算煞气 煞气 还是阻碍呢 就叫煞气 所以只要是有那种阴气 就是会影响到风水的磁场 它都叫煞气 煞气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煞气呢 就是阴会冲到你的 哦 它们叫相冲 能量相冲 这个也是 对 所以你的阴阳呢 要平衡 对嘛 之前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之前 教什么是风水 会跟大家说什么阴什么阳 然后为什么风水有阴阳的平 所以快点去看 对 然后来这个柱子呢 就是这个阴气跟氧气的不平 所以会有这个煞气干扰到我们的 这个婚姻啊 情侣的关系啊 还有我们的健康 哦 哦 OK OK 谢谢三观众分享 然后叻 这个东西我相信很多观众们 应该都会有学到新的东西 新的一个智慧 因为叻 我自己也不知道原来 那个床啊 上面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原来是有风水的一些问题 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是 生活上都跟风水啊 全学啊都是细细相关的 所以大家有些人可能会讲是迷信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 相信好过不相信 至少你可以去挡掉 你可以避免掉90%以上的烦恼 那还有呢 下次我再说 为什么天花板不要掉着玻璃 玻璃 有人掉玻璃啊 有 有人掉镜子看着自己睡觉 有 哪里可以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很多人 他们因为要 可能要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睡觉的时候 你天花板全部都是镜子 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 有没有看过啊 很奇怪 有的 OK那你想想我已经很迫不及待 要知道 为什么有人会 放玻璃在上面 很莫名其妙 OK 所以呢 也谢谢 Simon师傅今天的分享 然后我们 计算马上对阿龙show 也到这里结束啦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 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风水tips的这个看法 还有想要Simon师傅再分享多一点 关于什么样的风水内容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我们都会看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我们计算马上对阿龙show 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咯 拜拜 拜拜